惠宁时间,维尼斯泄湖日落,创作者是英国浪漫主义风景画家威廉特纳。 这里提到的泄湖在亚德里亚海北端,意大利著名的城市维尼斯就在这里,它的独特又美丽的风景激发了许多艺术家的灵感。 这幅画创作于1840年,是一幅纸上水彩,现在保存在英国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惠宁是在巴黎雅克马尔安德列布物馆专门举办的特纳画展上看到了原作。 特纳是英国水彩画黄金时期的杰柱代表,它擅长使用不同透明度的水彩,展现自然的光线与雾气,因此被称为光之画家。 这幅作品就体现了特纳的精湛技艺和完美的逐色技巧。 她的作品对印象派有较大的影响,大约1908年,莫奈也画了一幅维尼斯的黄昏,在婚礼时间第105集可以欣赏到。